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满清入关以后 到康熙中叶清朝开始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 到雍正 乾隆年节 清朝国立达与鼎盛 彻段时期 其时间跨度130多年 是清朝统治的高峰 故历史学者将康雍前时期称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前盛世 康乾之治 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 同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该时期经历了三代皇帝努力 使清王朝国立墙上 疆域辽阔 那么在造就康乾盛世的同时 祖孙三代死后都给大清王朝留下多少家底 为何长达130多年的盛世会在乾隆之后停止 下面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吧 大家都知道 在清军入关前 其皇帝先后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 而在入关之后 清朝的皇帝则是顺治帝 顺治帝却在全国领土基本得到统一后 英年早是将尚未完全统一的清王朝交给年仅八岁康熙帝 年幼的康熙皇帝就开始上朝亲政 康熙对于国家最大的功绩就是稳定了国家的局面 平定了平静水面之下的暗用 康熙帝八岁登基 十四岁亲政 在位62年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执政初期 国内国际刑事非常严峻 康熙帝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欧败 完全夺回朝廷大权 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 成年后 康熙帝坐镇北京取得了对三藩沙俄的战争胜利 随后又消灭在台湾的民政政权 三争嘎尔丹 并取得胜利 一系列的做法为后来清朝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有能力的人也难免会有老去的时候 康熙帝晚年的时候 早期的历经图治都已经消退了 官员们也因此松懈 清朝的腐败问题也开始出现 加之出现了九子夺迪的事情 康熙把皇位传给雍正的时候 习国库的银两持有八百万 可以说国力早已大不如从前 一个国家的国库持有八百万白银 怎么说也不算是很有钱 雍正确实接管了一团烂摊子 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库是空的 因此 雍正可以说是穷疯子 在继位之初变大力整顿财政 他还曾为了剩饭问题 专门发了一道圣旨 他穿的衣服也是打了补丁的 尽管一道补丁就是几两银子 雍正帝在位期间 勤于正式 自诩以秦先天下 朝前西涕 经过历经图治 雍正在位十三年里 他先对对国内的反兴势力进行围剿 另一位又对国内的经济进行改革 他规定了官身一起当差纳粮 废除了官僚集团的特权 并且通过制定他叮入母的政策 减轻了穷人的负担 就是这样的政策 使得大清王朝再次繁荣起来 当他把皇起来 当他把皇位传给乾隆的时候 国库的白银高达六千万两之多 虽然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丰厚的家底 但是在乾隆去世之后 国库竟然出现了亏空 那么乾隆在位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乾隆登基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岁 也是非常年轻的 而在他刚刚登基的初期 也是非常能干的 加之雍正帝留给他丰厚的家底 兜里也不缺钱 自然带领着清朝走向的鼎盛 但遗憾的是 同时也是他将清朝推向了灭亡 到了晚年的时候 乾隆就开始了贪图享乐 他先后六四下江南 耗费了大量的资产 并且耗费巨资纠建了元明元 乾隆的后期享乐 耗费了大清的大量钱财 几乎耗尽了国库白银 而此时的乾隆还正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丝毫不在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 统治者的表现自然也影响了下面人的思想 这也最终致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纪 乾隆帝后期的奢靡也致使励志有所败坏 多地爆发起义 并且闭关 锁国政策也达到了最高 拉大了和西方的差距 等家庆继位未持 可以说国库已经没有多少财产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为大家建议 保库相见 优优独员 反应 但是